今天和你分享的文字题目是《口罩简史》,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 如果说2020年陪伴我们最久的东西是什么,答案可能是口罩。 在疫情最吃紧的时候,拥有一个口罩就相当于拥有了全世界。 口罩还可能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里继续陪伴我们。 但面对疫情的肆虐,中西方却在对待口罩戴还是不戴的选择上出现了不同。 尽管在疫情已经明显好转的当下,中国人依旧人人佩戴口罩, 而在各个城市的购物中心、公共交通中,不佩戴口罩者将不被允许入内。 在西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有的政府官员因为佩戴口罩参加和疫情相关的会议,遭到了众人的攻击。 亚裔因为戴了口罩,在公共交通中被殴打。 而在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奥地利,当地政府会处罚戴口罩的人,金额高达150欧元。 为何会出现如此的差异? 还要从口罩的诞生和发展说起。 即便在口罩这个问题上有这么大的差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口罩都分别产生在两大重大的瘟疫中。 口罩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战胜瘟疫的重要武器。 催称西方口罩诞生的是黑死病。 13世纪,欧洲发生了一次让超过一半人口丧命的瘟疫,造成这次瘟疫的病毒来自老鼠。 如果非要找到一个罪魁祸首,其实是成绩四汗的大军从草原上带来的老鼠,随着蒙古人的铁骑踏遍了欧洲大陆。 如果用现在的话来描述黑死病时期老百姓的生活, 那就是欧洲人如果在街上碰到了熟人,上来亲切地打声招呼,啊,你也活着。 在漫长的中世纪,科学和哲学都让位于宗教。 宗教和当时它的唯一代理人,教会,成了欧洲实际的统治者。 那个时候的欧洲百废戴星,并没有能力应对突如其来的瘟疫。 眼看着情况越来越严重,欧洲的医生们坐不住了。 他们不再依靠自顾不暇,忙着跑路的教会,开始展开自救。 一位叫做查尔斯·德洛姆的医生发明了第一个口罩。 这个口罩的外形更像是一个面具,这个口罩被制作成鸟嘴的形状, 模拟鸟嘴的主体部分被设计得很细长,远远细长于真正鸟的嘴部。 之所以采取这么夸张的鸟嘴形状,是因为在当时人们的理解中, 造成黑死病这么强威力,源头是有毒的瘟疫。 这种气体飘散在空中,人们很难察觉到。 为了阻断瘟气,查尔斯·德洛姆才想出了常常突出来的鸟嘴形状。 鸟嘴里并不是空的,而是填充了张老,棉花,薄荷等物, 以此来过滤空气,起到消毒作用。 现在当我们提起发生在欧洲中世纪的那次鼠疫的时候, 第一时间想起来的就是这个鸟嘴形状的口罩。 这个口罩这次也出现在了早期中国的防疫中。 网络上流传着一张图片,在地铁涌动的人群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戴着鸟嘴口罩的人, 一切好像恍若隔世。 但是现代口罩的诞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861年,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进行了著名的额镜瓶实验。 这实验证明着空气中存在着大量的微生物, 以细菌为代表的微生物们,会导致其他的物质发生变化。 1895年,德国病理学家莱德奇在工作中发现, 一些本来经历过手术,按理说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只要等待痊愈的患者,反而病情会突然急剧恶化, 严重地甚至会丧命。 经过研究,他发现导致这一现象的是医护人员的唾液。 经过比对研究,莱德奇在医生的唾液中发现了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链球菌。 他认为正是这种细菌让病人的病情恶化。 为了终止这一情况,他突发奇想, 让医生和护士在进行手术和护理的过程中 戴上一种最简单的用纱布制成的口罩, 主要是为了挡住医生口鼻的口罩。 这一措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医院出现相关情况的病人大大减少, 而这种纱布制成目的是防止病人不被医生唾液感染的口罩, 成了近代医学史上第一款医用口罩。 为了不让辛苦治好的病人因为后期护理而感染其他细菌, 西方的医学界在19世纪末已经形成了对于无菌医学的共识。 在当时,所有手术器械、手术服、手术帽、橡胶、手套都必须严格消毒以后才能使用。 启发了鸟嘴口罩出现的还是古老的东方智慧。 对西方人口罩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之一, 就是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历中国后写的那本《马可波罗游记》。 当时游历到中国的马可波罗正值中国的元代, 在这本书里详细地记载了在中国第一次见到口罩的经历。 在元朝宫殿里,现实的人借用圆布门口鼻, 比其气息不处饮食之物。 这段话里的捐布是中国有记录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口罩雏形。 但是,这种捐布却不是寻常百姓可以销售得起的东西, 对当时的平民来说一辈子可能都用不上捐布一次, 因为他要用蝉丝和黄金线制成。 这种口罩在当时是皇家才能使用的东西, 目的是避免侍从们的拓木星子与气息污染了帝王的食物。 而在中国,第一次现代口罩的应用要追溯到1910年, 让中国人戴上口罩的依旧是一次疫情。 1910年,一场鼠疫席卷中国。 和欧洲的黑死病一样, 1910年的鼠疫也不是来自于本地, 而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贝加尔地区。 沿着中东铁路,鼠疫在中国蔓延到达了东北的大城市哈尔滨。 这次鼠疫在中国蔓延迅速, 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入侵了中国五省六市, 死亡人数多达六万。 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的剑桥大学博士武连德定位授命, 扮演了今天中南山的角色, 成为了1910年鼠疫的首席科学专家和专家组的领队。 武连德到了东北后, 用了他在剑桥学得的西方现代传染病学的知识, 开展了第一次在中国出现的流行病学研究。 他冒天下之大不韦, 解剖了一具尸体。 这在死者为大的古代中国是无论如何都不被接受的, 武连德只能秘密地进行。 最终,他认为这次的瘟疫实际上是废鼠疫, 他比普通的鼠疫要严重得多。 武连德第一次将隔离的观念用在了中国瘟疫的处理上, 因为哈尔滨地处多条铁路的枢纽位置, 他下令封锁多条铁路, 劝说人们不要出门居家隔离, 这在强调宗族观念的儒家文化中是很难被接受的, 他不知道费了多少功夫才让这种观念被接受。 曾经在剑桥学习过传染病学的武连德甚至, 鼠疫的传染途径之一就是飞沫传播。 为了真正的控制废鼠疫, 他发明了一种由两层纱布制作的口罩, 这种被称为武士口罩的口罩, 制作简单,材料很容易就可以拿到, 成本只要当时的两分半, 平常百姓完全可以承受。 就这样,在当时的哈尔滨, 口罩才第一次走到了平常人的手里, 不再只是医生的专业防护设备, 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佩戴的防护用品。 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哈尔滨的疫情就在武连德的努力下被控制住了, 死亡人数降到了零, 在二十世纪中爆发的另外几次瘟疫中, 武连德同样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从现代意义上的口罩在东西方的诞生过程中, 我们可以发现, 从一开始, 西方的口罩就是给医生发明的, 主要是防止自己身上携带的病毒传染给经过治疗的病人身上, 但是在东方, 口罩是保证自己不被传染的用品, 而不是防止自己不传染别人。 儒家文化倡导宗族的连结, 在疫情最吃紧的时候, 恰巧赶上中国的农历新年, 很难做到完全不聚会, 而且在中国, 父母和未婚的孩子, 甚至年老的父母和子女都是住在一起的, 想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做到严格意义上的隔离,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在西方, 地广人稀, 现实情况可以天然地排除聚集传播造成的风险, 而在东方, 口罩就被认定是可以避免聚集传染的好办法, 进而全面地强制推广。 其实就算在非疫情期间, 东亚也是口罩使用最多的地区之一, 在日本的街头, 常年可以看到大量的人佩戴口罩通勤, 而在中国北上广等大城市, 每年的冬春之际, 也有许多人会选择佩戴口罩来阻挡雾霾。 为什么东亚人更爱戴口罩呢? 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 花粉症和鼻炎患者在东亚越来越多。 对于花粉症来说, 最佳的解决办法就是阻绝花粉。 所以, 一到换季的时候, 尤其是春天和秋天, 街上戴口罩的人群就会增加。 因此, 在东亚, 很多地方口罩就从传染病患者佩戴的医疗用品, 变成了一个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 而2009年的假型H1N1流感的大流行, 彻底改变了不少东亚人对流感的观念。 经过了那次可能致死的流感, 东亚人开始不再把流感当成一个自己慢慢会好的小病, 而是越来越把感冒当成一件是有可能致死的病症来对待。 于是不少人即便是健康, 也开始在感冒流行期戴口罩了。 但是, 现在在中国和日本有很多的年轻人, 日常使用口罩的频率越来越高。 他们既不是花粉症的患者, 也不是在预防感冒。 口罩在当下有了很多的新的用处, 不少年轻人使用口罩的原因只是因为 他们不想让其他人看到自己的脸。 2011年, 日本的一家媒体报道了出现在当地的这一情况。 报道说, 这个倾向多见于高中生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接受采访的年轻人说, 他们戴口罩是希望能有更强的安全感, 不愿意让自己的真实面目展示给陌生人, 因为不被人看到, 可以让他们感到轻松。 在高压的日本, 很多年轻人拒绝和外界接触成为了欲宅族, 宅男宅女文化盛行在整个亚洲。 大家觉得一个人上班下班, 上班也不跟同事说话, 到家吃饭看看剧, 吃吃饭就睡觉了, 是个特别好的事情。 口罩就这么成了年轻人热爱的自我保护伞, 来给自己提供安全感。 从鸟嘴状的油布到纱布, 从只有皇家才能使用的绢布, 到平常百姓人手一个的双层纱布, 现代口罩已经伴随人类走过了一个世纪。 这段时间以来, 东西方对于口罩的争论, 其实是源于我们各自的文化, 对于口罩有着不同的理解。 在不同文化的影响下, 不同国家的防疫政策, 可能都有其不同的原因。 Anyway, 在中国, 还是请大家佩戴好口罩, 保护好你我。 感谢观看